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不希望说房子equity保留太多 因为本身你没有办法access 同时它的增值也是非常有限 因为本身房地产我想中心来讲 它不可能像其他投资一样 你期待有很高的回报在里面 所以这就是很多朋友都希望说 把equity拿出一部分来 用这个钱去就是所谓的转投资 对 转生钱 那么由于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有非常稳定的发展 那么这种情况下银行对cash out的限制就会越来越的松 因为本身 在上升的市场 对 上升市场来讲 银行对property value的担心和风险就会减少很多 那么它更希望说你把这个钱拿出来作为一个投资 那么像以前这个比如说cash out我们只能做到60% 那现在有很多银行可以做到80% 也就是说你这个80%的这个equity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是第一顺位跟要借的钱加起来 加起 80%都可以 对 像以前这个fanny的guide line就是只能到60% 如果是这个high balance loan就超过40万 11万7的 loan 所以现在对于想要做cash out的人环境是有利的 对 一个是这个银行的guide line比较松 第二个利息也相对的比较低 对 那这种情况下你把钱拿出来你的这个成本也很低 那么你这个投资到其他地方 那么就非常划算 OK 那我还听有朋友说 他永远这个都把这个cash out refinancing这笔钱放在这边 就一动一动的买 当然他们家的薪水也比较高 也比较容易被qualify 您觉得这个方法这个策略适合在明年吗 我想还是适合 因为现在我们看这个联储局在不停的印钱 那么整个全球范围内都在这个像市场注入资金刺激经济 这样的情况势必造成整个你的货币的贬值会越来越快 那么你的钱放在房子里面 它风险其实要比放在外面要更多一些 而且你最主要是你没有办法access它 因为本身比如说你的房子free and clear 你有100万在那边 可是动不了 摸不着 用不了 如果说你一旦失去工作 或者说有什么emergence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变成没办法拿出来 除非你把这房子卖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income 银行是不会带钱给你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相对拿出一部分钱来放在外面 做些其他投资 我觉得反倒会更安全更保险一些 OK 刚才说到的cashout 这个就是比如说up to 80% 比如说自己的房子可以拿出来20万好了 但是这个钱一拿出来就要全部都要开始还利息了 因为是一个cashout refund 对 这个就是跟我们所谓的home equity line的不一样 这个home equity line也是说你把你的equity拿出来 但是你不见得马上就用 用多少还多少 对 相当于给你张信用卡一样 那么如果你做cashout first loan的话 那变成说你一旦这个loan close 你就开始偿付这个利息 line of credit跟cashout loan利息哪一个高 目前来讲相差不多 但是最大区别是line of credit 它不是固定的利息 它是根据这个联储局fund rate 就是我们所谓的prime rate来定的 那么prime rate加一个margin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这个line of credit更适合于这个短期的 或者说不定不定时的 比如说我今天用这个钱去做remodel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就把它还掉了 这样情况下你用这个就非常的灵活 是 那么如果你做cashout first loan的话 你就适合做一些固定的投资 比如我用这个钱去做down payment 买另外一栋房子 那这笔钱会一直用下去 这样就比较适合用cashout first loan 是这个观念上面自己要熟悉 才知道什么钱要用到什么用途 才是比较对自己有利的 另外在年底很多朋友都在考虑很多问题 比如说关于投资方面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就是关于自己个人的career 自己的事业方面 觉得自己的工作 虽然矽谷弯曲高科技很好 这个环境 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感觉 有的人就是做够了 或者说没什么前途 或者因为年纪的关系 或者是家庭的关系 他想要转换跑道 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 他们手上有real estate license的人 或者是他已经在别的公司 但是他觉得他想要换一家公司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想请叫Andrew 就是loan on time 能够提供给agent 不管是新的 或者是有经验的agent 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个在我们关区来讲 大家最热门讨论 就是说你要去build up 自己的career 是的 开自己的公司 那么这个本身来讲 比如说很多高科技 如果你有新的产品 或者你join startup 这是一种 那么像我们这种做经济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业 那么每一个经济 实际上你就是 相当于你自己开一个自己的公司 你自己去做marketing 你自己去考虑你的business发展 那么你相对的 你的income是非常非常悲伤你的这个努力 那么你的时间也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很多朋友 愿意投入到这个行业 确实给大家很多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那么我们公司也是尽量的 就是能够去create这种环境 让大家能够共同的share这个resource 然后共同share这些经验 包括如果你需要training 你需要其他的一些idea 这就是我们公司想能够提供给我们的agent 这个这些地方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我并不认为说 agent join我们的公司或怎么样 我更prefer就是说大家是在一起合作 像business partner一样 是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考虑这个broker的经验够不够 他能不能替我们想前一步 还有我能够受到的训练是什么 还有我要是问到碰到问题 我的broker会不会为我挺身而出 来替我解决一些问题 还有这个split也很重要 或者是broker的道德也很重要 还有broker他手上的银行是不是很多 那您就是direct lender吧 对 我们有不同的channel 有broker channel 也有coespion channel 所以我相信我们有市场上最好的这种产品 OK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行业 Long on time Andrew B的电话是4087818898 今天晚上节目结束 Andrew 非常感谢你 好 谢谢大家 关注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